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时间一晃来到了9月的中旬 秋意见农 由于6个月以来瘟疫对社交的限制 很多小伙伴们早已习惯了在家工作和学习 这让我们接触外界和其他人的机会变得很少 小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越来越多的单身的小伙伴们选择了online dating 也就是网上约会 很多人开始通过下载不同的交友软件来认识新的对象 交友或恋爱 在过去的10年里 网上约会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情侣们认识另一半的最普遍的方式 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 2017年39%的异性恋伴侣报告在网上相遇 而相比2009年 这一比例仅为22% 在致命的冠状病毒爆发期间 网上交友恋爱变成了一个罕见的亮点 这个可怕的全球事件在很多方面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 包括导致一些人极度孤独和与世隔绝 这场瘟疫大流行确实也改变了人们的约会生活 这也为online dating带来了一线新的生机 美国著名的交友网站match网站 首席科学顾问金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Helen Fisher说 这是单身人士约会的绝佳时机 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网上交友了 最重要的是 他们在这种环境下有了更多的话题可以聊 他补充说到在新型冠状病毒出现之前 美国的夫妇结婚的年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晚 而现在的情况是 人们在求爱阶段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 如果换作50年前 一场全球流行病可能会阻碍单身人士通过家庭 朋友或宗教团体与潜在的客户建立联系 但是现在大多数人无论如何都是通过虚拟连接开始的 科技对我们的浪漫生活和恋爱生活的影响是如此之巨大 从网上约会到短信视频聊天 我们已经处在人类求爱的数字革命中 所以单身人士在大流行期间继续以这种方式约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美国另外一个流行的交友软件OKCupid首席执行官称 自从3月中旬开始 美国采取社会疏远措施以来 单身人士的参与度也上升了 该公司已经看到OKCupid用户数量惊人的增长了700% 据4月1日的新闻稿报道 美国另一火热交友应用软件Tender 在3月29日看到了历史上最多的用户参加 超过30亿用户在线 当然并非所有人网上约会都是在寻找那种长期关系 很多单身的人可能是因为疫情爆发后很难应对独处 因为他们待在家里 想念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正常社交活动 所以今天的节目小编想要给大家推荐几个靠谱的交友软件 以便更好地让大家认识和挑选更多优质的对象 Match.com 不用小编多做介绍 相信很多单身人士们早已听说大名鼎鼎的Match网站 免费用户可以在网上建立个人档案 上传一些自己的照片 然后在网上用眨眼功能来告诉你通过照片和资料喜欢的心仪的对象 并且每天都有新的匹配对象送到用户手中 更全面的功能比如付费项目 查看谁已经查看了你的个人资料并喜欢了你的照片 可以通过Match的网站订阅解锁 一般的共识是你需要一个付费的订阅来获得更多的交友好运 作为最早期在线约会工具 Match的付费注册功能意味着你要认真考虑安定下来 主要是针对往结婚方向准备的单身小伙伴们 小编和朋友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如果你是付钱去约会的话 可能会帮助你找到更好的另一半 虽然应用程序有付费功能 但还不能证明花姐满爱情是值得的 但相对于其他交友APP来说 对象的稳定性和真实性 Match还是当之无愧的 毕竟是老牌交友网站了 Coffee Miss Bagel 许多约会程序试图关注质量而不是数量 而咖啡预见百鸡饼采取了相反的方法 每天中午这个应用程序都会根据男性的个人资料和喜好 向他们发送一小部分潜在的匹配对象 然后向女性发送一系列对他们感兴趣的匹配对象 这样女性就可以进行类似的回复 如果这种吸引力是相互的 那么这个应用程序将为你设置一个7天的聊天窗口 和打破僵局的方法 通过其付费功能 你可能查阅更多喜欢你的优秀对象 而且你的选择性也大大多于免费版本的运用 OKCupid 有人形容说OKCupid更像一个同城约会中心 拥有大量的用户群 OKCupid并没有满足于现在的成就 而是不断改进和增加其顶级约会应用程序的功能 比如一个口味系统 允许用户快速查看潜在的匹配对象 趣味性和随意性要比match多一些 OKCupid的即时通讯工具 性格测试 整合了Instagram以及其他一些老爱好 付费订阅还增加了其他功能 比如进去的搜索工具和查看喜欢你的用户功能 相信很多小伙伴更倾向于dating国人 或者交往跟自己有共同文化背景的对象 那么两颗红豆一定是在国外 华人交友约会的不二选择 通过此软件 你可以更加细致和精准地来搜索你附近 跟你有相同背景的海外华人 通过中文的自我介绍 你可以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教育工作背景 和个人喜好 小编是有体会虽然我们常年生活在海外 但与其他国家的人交往存在文化差异 小的社交圈没有办法接触更多华人对象 也可能是导致很多小伙伴们 单身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不知道冠状病毒大流行结束后 单身生活和网上约会文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但是新冠疫情爆发 确实是挑战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单身的你 无论是用哪款交友软件 还是应该斟酌思考亲密关系 以及如何在危机中培养感情和保持联系 希望这个秋天和接下来的每一天 都有人能够温暖你 即使没有也要好好的爱自己 相信和等待属于你的真爱一定会到来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啦 爱生活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